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乌尔战争开打至今已经进入第17天 造成至少1582名百姓死亡 今早 乌克兰中南部的第四大臣蒂涅伯罗 金船遭到了两次的轰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国家正处于这场战争的关键时刻 虽然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但是会持续的奋战下去 目标就是胜利 虽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不断对外喊话 表明坚守决心 乌克兰民众也已经让世界看到其坚忍不拔的精神 但是当地在战火摧残之下 仍然难以避免发生许多人道惨剧 根据CNN报道 乌克兰南部大城马里坡遭围困11天 有将近1600人向身 许多地区断水断电 无国界医师组织则说 马里霍的情况非常的严峻 许多家庭都没有充足的水 食物和药品 除此之外 恶军轰炸标的也越来越针对平民 除了早前传出轰炸富有医院之外 今天再传出马里霍一座可以容纳大约80名平民的清真寺遭到炮击 死伤人数不明 究竟这样的悲剧何时才能到头 可以说是当前世界多数人最想知道的答案 根据路透社报道称 克林姆林公称 当西方认真的对待俄罗斯的关切时 乌克兰冲突就会结束 在被记者问及这场危机将如何结束时 克林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阐述了俄罗斯的立场 他说 克林姆林公称当西方认真对待俄罗斯的关切时 乌克兰冲突就会结束 他认为乌克兰正在与美国和其他盟友讨论莫斯科的要求 根据克林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称 俄罗斯向乌克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要求 而据他们所知 乌克兰方面正在和他们的顾问讨论这些要求 主要就是美国和欧盟国家 乌尔战争之际 北约宣布新一波经验行动 威吓俄罗斯的意味十分浓厚 中央社综合报道 北大西元公约组织以及伙伴国 下周将在挪威展开演习 假定目标是援救几军 这一次的演习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 因此即使剧本与现实有任何的雷同也都属于巧合 2022年酷寒演习将有来自于27国大约3万名的军人 200架飞机和50艘船间参与 是北约部队今年参加的最大规模演习 这次演习于3月14号至4月1号举行 区方国家部队将在挪威严寒气候下磨练战斗技巧 地点包括北极 地面 海上和空中 演习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数百公里 虽然这次演习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规划好了 如今因为这场战事更显得别具意义 挪威国防部长艾诺克森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 这场演习对挪威及盟国的安全继位重要 我们会演练盟军增援 这不是因为俄罗斯当局攻击乌克兰所举行 但是在其背景之下 意义更重大了 另外 同在北欧的瑞典以及芬兰 并没有正式加入北约 但是与北约的合作是越来越密切 这两国也将会参与酷寒演习 北约到目前为止 仍未直接提供乌克兰支援 因其并非北约盟国 另外 北约也不愿回应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请求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11日表示 北约必须避免让乌俄冲突 演变为该组织与俄罗斯的正面冲突 而设立禁飞区则可能会导致双方的全面开战 但是在乌俄战争之下 邻近的北约国家很难不受到影响 克罗埃西亚于当地时间11号宣布 一架疑似是苏联制造的军用无人机 在进入克罗埃西亚领空大约7分钟之后 因为燃料耗尽而坠落在首都萨格勒布郊区 造成数台车辆损坏 政府也宣布会着手调查此案 并且回报给北约 根据克罗埃西亚当地媒体报道 专家确认之后 那应该是乌克兰军队使用的苏联制侦察机TU141 克罗埃西亚总理普兰科维奇 正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 参加欧盟旅游峰会 他于当地时间10号夜间表示 目前还没有办法判断 落在国内的无人机 是隶属于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他也向记者团透露 该无人机是从匈牙利 进入克罗埃西亚领空 匈牙利总理奥班则是表示 无人机是从罗马尼亚 进入匈牙利 这代表可能是俄罗斯的无人机 如入无人之地的 经过北约三国都没有人发现 乌克兰11号指控 俄罗斯从乌克兰的空域 对白罗斯发动空袭 试图要借此让盟友白罗斯 卷入这场战争 中央社引述路透报道 白罗斯在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后 都充当俄罗斯军队 飞弹和战机的中途战 但是尚未部署自己的部队参战 乌克兰军方昨天指控俄罗斯军机 从乌克兰空域对白俄边境村庄开火 借此作为白俄对乌克兰发动攻势的借口 乌克兰国家战略通讯中心指出 俄罗斯在乌克兰空域 对白俄村落发动攻击的时间点 正值白俄领导人卢卡申科 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际 乌克兰国家战略通讯中心投过声明表示 卢卡申科与普京会谈的结果 有可能就是白俄跨越乌克兰北部边界发动攻击 白俄斯作为俄罗斯的盟友 在战争后提供俄罗斯许多的便利 虽然目前为止白俄斯并没有表明直接的参战 但外界忧心 白俄斯可能正在计划要入侵乌克兰 此前CNN登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第二飞行中队的侦察机 参与了一次监视任务 而当天雷达显示 高达至少有9架的俄罗斯制造的飞机 从白俄斯起飞进入乌克兰领空 疑似朝着首都基辅的方向飞去 北约部队人员表示 进入乌克兰领空的俄罗斯制战机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白俄斯 显示俄罗斯将白俄斯 当作乌克兰空中行动的跳伴 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 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 涉嫌严重违禁违法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彦平起番落马 成为虎年落马的第五虎 东网综合报道 刘彦平生于1955年8月份 河北封南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毕业 1974年4月参加工作 1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年长期的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管制副局长 后来调任公安部警卫局 先后的出任副局长 政委 局长等等 2011年8月 刘彦平获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党委委员 2013年6月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2015年10月调任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组长等等 值得留意的是 刘彦平曾经在2017年5月底时 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兼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孙力军 赴美国游水流亡当地的中国富商郭文贵 听着爆料和回国 但是没有成功 刘彦平曾在中共国安系统 长期的任职 该系统过去遍布江泽民的人马 长期为曾庆红 周永康控制 江泽民时期的国安部长徐永耀 是江曾的嫡系 习近平任总书记 第一个任期时的国安部部长 耿惠昌是周永康时期的救人 习近平上台后 对中共国安系统高层大清洗 中共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 国安部副部长马健 以及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升 孟宏伟 孙力军 傅政华等等是先后落马 有分析认为刘彦平被查 或许是与当局清理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有关 但是当局通报并没有解释 其落马的实际原因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今天官方通报新增了476例确诊 1048例本土症状感染者 累计1524例检测阳性 本土病例骗及了17个省市 爆发群聚感染的长春市 则是在昨天宣布封闭式管理 900万居民遭到禁足 形同 新冠肺炎爆发初级的武汉封城 而在疫情告急 连续爆出当日阳性超过千例的背景之下 BBC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11号表示 决定在核酸检测的基础上 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 过去两年的时间 中国检测新冠病毒的主要方式是核酸检测 这种方式是对病毒的遗传物质RNA进行检测 准确率比较高 但是需要较为专业的采样人员和检测设备 而抗原检测主要针对病毒表面的蛋白进行检测 可以通过较为便宜的自测盒 在15分钟之内得出结果 缺点是敏感度低 有可能即使感染 但由于病毒量低出现假阴性 目前该做法 在新加坡香港等等日增确诊过万的地区 已经成为了居民自我检测的主要手段 另外 今天中国要监局批准了五家新冠抗原产品 自测应用申请变更 这代表着有五款新冠抗原自测产品正式的上市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近日制定印发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实行 其中就鼓励民众有自我检测需求的 可以自行购买检测剂自我检查 除了以上政策之外 此前中国火速地引进辉瑞新冠口服药 以及官员关于逐步放开的言论 有观点认为 在经历了两年多的严格清零政策之后 中国也将在未来数个月逐步地放开限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坦言 现在把一个个突破完成 有一天就会发现原来已经做到完全开放 但是这阶段的时间还会比较长 不过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 相信一定能够完成比较艰难的任务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